剛剛看到的是二項分布 也就是說N個裡面 然後有K個成功的機會 那有時候我們會想知道的是 我如果進行一系列的魔紋武力試驗 一直做到成功才停止 那我們到底需要進行幾次 那個幾次的這個隨機變速 就是說做到成功才停止 這個問題要用什麼樣的分布來表述 那這個要用幾何分布 那幾何分布就是 如果我DK次才是成功 DK次才第一次成功的話 那就V of S等K 所以第一次成功的位置 V of S等K 它的分布的描述是 E-P的K-1次幫我們稱P 為什麼呢? 因為前面K-1次都失敗 然後最後一次才成功 所以就是E-P的K-1次幫我們稱P 那如果把E-P 用另外一個Q來代表 還是Q的K-1次幫我們稱P 那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們連續投資 公正的銅板 一直到出現第一次正面 我們才停止 那我們投資的次數K 它的機率分布就會是 E-P的K-1次到3.P 那公正銅板而已 P就是0.5 所以呢 這個銅板是比較簡單的意思 那我們再來看 生男生女的那個意思 假如生男的機會是0.53 生女的機會是0.47 那有時候我們會有傳統觀念 傳統觀念的是 一定要生到一個男孩為止 那其實現在有時候 有些媽媽其實是希望說 我一定要生到一個女孩 我才要停 那這樣的話 它的機率分布到底會是多少的 那如果我一定要生到一個女孩 那這個媽媽呢 如果一定要生到一個女孩才要停的話 那她生的小孩數 不大於3個就可以完成生一個女孩分 任務的機會應該是多少 那你用這個幾何分布來描述 就很容易算這個 就是說 我從描述 生男生女這件事情 把生女當成1 我現在到過了 把生女當成1 生男當成0 那因為她一定要生到一個女孩為止 所以 你就跟累加下面的算式就是 第一個就是女生 OK 那接下來是 第一個不是女生 第二個才是女生 接下來是 第二個也不是女生 第三個才是女生 就是k從1到3 算D of k 那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算式 D of s 等k的算式 就是 1-p的k-18 乘p 讓k從1算到3 那因為就是k從1算到3 1-0.53 k-18 乘p 0.47 OK 但是呢 如果我們今天想用R去算 我們就要了解R的幾何分布的公式 R的幾何分布的公式 跟我們這上面寫的這個公式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算說 直到出現正面才停止 R的幾何分布是說 失敗幾次才出現第一次成功 它是 它的變數是失敗幾次 而不是第一次成功的位置 是失敗幾次 所以它的定義是 P of s 等於p 乘以1-p的s 次 所以呢 我們在算的時候 我們就會 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的算法 那我們不是算 1-2-3 我們是算0-1-2 就是說 失敗0次 第一次就成功了 或失敗一次 第二次成功 或失敗兩次 第三次成功 像這樣子的算法 那所以我們可以算 如果是 第一次是0.47 然後呢 失敗0次 那機會就是0.47 對不對 因為第一次就成功 第一次就成功 第一次就成功了 機會是0.47 那如果是第二次成功 第一次沒有成功 第二次成功 的機會是0.249億 那第三次是多少呢 我們可以實驗一下 我們用把它算一下 這個第一次是0.47 這個第一次是0.47 就是0次失敗 第一次就成功 0次失敗 那一次失敗 比如說第二次才成功的 是2.0.249億 那兩次失敗 第三次才成功的 是0.13 那這時候我們要算總和 其實我就可以把這三個加起來 但是以R而言呢 你可以這樣子 直接0.12 這樣子 對 直接用大括號 而且應該用C 這個 把數學跟R 常常混在一起 OK 用C 就變成一個向量 那你看 0次失敗的 就是0.47 0次失敗的 0.249 兩次失敗的 0.32 那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設成P 的勝利 那P 定出來就這樣 你把它加總 OK 那這個就是 我們 每一個例題就是說 三次裡面就成功的機會 就0.81 OK 所以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使用 使用這個方式來計算 剛剛收藍神明三次裡面的機會 那 我們把它貼上去在這裡 好 那 這個錯誤的我把它拿掉 好 這樣子 你可以試著操作看看 幾何分部 第幾次才成功 好 第幾次才成功 那我們的 這個例子 就是 前三 前三個 加起來 0.12加起來 是 命令8.51 也就是說 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成功 加第三次成功 就是 命令8.51 那同樣的呢 我們 就出個 席題 這個席題 也就是這邊的席題 那 期望值的部分 就都 不出了 我們只要 不出 機率分布就好 我們跟期望值 我們來講 那我們先 可以 自己 可以 幫忙去 好 謝謝 一個 好 那 這個都是 都是機率分布 所以都不是用法算 我們都要 寫出那個公式 寫出那個算數 那 以公平銅板而言 那P就是0.5 以公正載子而言 第一次六點 六點的機會應該是 六點的機會 六點的機會 六分之一 所以你要把 皮帶六分之一進去 寫出那個算數 好 那這是 剛剛看到的是 幾何分布的部分 那幾何分布的部分 我們 我們 就緊接著 繼續看二項分布 給各位回去再做 好 負二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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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跟幾何分布 有點 有點擴充的感覺 因為幾何分布 我們是說 第一次 成功 的分布 第一次成功 那就是 第一次成功 需要幾次失敗 幾何分布 是這樣的 那負二項分布 是說 第R次成功 在 在總共值的 K次的時候 得到 第R次成功 那 這種分布就稱為 負二項分布 那負二項分布 呢 第R次成功 那也就是說 在K次之前 其實成功了 R-1次 那 DK次的時候 是成功的 所以呢 它是 E-P-K-R次方 然後 乘以P-R次方 然後 C-K-E取R-E 為什麼 因為 DK是一定要 DK是一定要是成功的 那剩下的呢 就是R-1次 是分布在前面 隨機排列 所以這個是負二項分布 那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連續投資公正同伴 那 一直投到 出現三次正面 才停止 那我們要投資幾次 那這個投資的K次 就會是一個 幾率分布 那這個分布呢 就是 這個不太對 投資K次才得到第一次正面 這就是幾何分布 那現在分布 二項分布 投資K次 才得到D-R的正面 那就會用這一個公式 OK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一下範例 如果一樣用生男生女 那 一樣0.53 0.47 那 如果某個母親 她決定 她要一直生小孩 一直生到 有三個女孩 她才要停 那 這時候我們就想問你說 那 她生五個 之前就可以完成任務的 機會有多高 她一定要生到三個女孩 才算完成任務 那 她生五個之前就可以完成任務的 機會有多高 那我們算出來結果其實很低 她可能不要生到七八個 完成任務的機會才會變高一定 因為我們算出來的結果呢 是 生五個之前完成任務只有0.368而已 其實很低 所以如果真的要生到三個男孩 恐怕得 生很多 生三個女孩 恐怕得生很多 這不容易 好 那我們的算法就是用 D N D I N 然後呢 這是生三個就完成任務了 只有0.154 因為生女的機會只有0.47 生三個都是女的 就0.47的三次方 應該就是0.155 應該就是0.155 0.155 升三個都是女的 是7 的三次方 欸 0.47的三次方 是0.103 那我看 升三個 D N B I N 生三個 就玩一下 任務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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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C的 以這個例子而言 S加N 所以它的S是失敗次數 然後呢 S接 S接乘以外就是對 到這邊的C 可以選出去 來試試看 所以呢 如果我用名會怎麼樣 名才是對的 所以它其實那個S是代表 代表那個 失敗次數 失敗次數 對,S代表失敗次數 所以 失敗次數04 的話其實才是0.47的 所以我們就不能夠 用 用那個 34來算 我們應該用 應該用 012 來算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012 來 P P S等於 C型 12 P等於 D I NOM C 0 012 我就會想 然後呢 它是 總共 總共要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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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機率是0.47 OK 看一下P 一個是0.103 一個是0.16 那應該機率沒那麼低 那我們把它加起來 0.443 也不高啦 但是 機率應該沒那麼低 所以這一題 要稍微更正一下 沒有人生 分證 這個是 富二項 富二項分布的範例 好 應該這樣才對 因為它的分布 跟我們的 原本相的公式不太一樣 它是 它是 失敗次數 當成A次 因為次數當成A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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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那 復衛相 富二項分布的圖形 大概像這個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 富二項分布的圖形 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呢 就繼續看 富二項分布 那富二項分布 跟前面的幾個 會有點不太一樣 是 富二項分布 富二項分布 代表的是一個 連續區域裡面 出現到底幾個樣子 的分布 那譬如說 如果我搖一條水 那水裡沒有草鯉 那我搖一條水 會撈到 草鯉蟲的數量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富華松分布來量數 或者是我抽一滴血 然後呢 抽一滴血 會抽到的白血有數量 我們會用 富華松分布來量數 那 那 它有條件 有條件 就是那個草鯉蟲 跟你 跟你 它不會去 躲你的瓢子 或者是 它不會互相溝通 然後 然後 特別去擠在水的 某個區域 那 有這種特性的時候 就可以用富華松分布 那富華松分布的公式是 P 等於 浪打 K48 等於 1的負浪打1 是那個自然對數的那個體 2.7188 1的負浪打18 所以可以接 那 那 這個是富華松分布的 不同浪打的狀況 浪打等於1的話 快就掉下來 浪打等於4的話呢 它上去再掉下來 那浪打等於10的話呢 它會更靜緩一點 這是富華松分布的情況 那 這一個圖是重溫基板科 那 事實上呢 富華松分布是 二項分布在 N 虛勁無限大的時候的狀況 那 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 這個 黑線的 這個是富華松分布 然後呢 橘色點 橘色點是 二項分布在 N等於10的情況 有點差距 藍色點 是N等於20的情況 那 綠色點呢 是N等於1000的情況 你看到N等於1000的情況 幾乎都跟富華松貼在一起 貼在一起 那 所以 富華松分布 其實它就是 二項分布在 N區勁無限大的極限情況 那 這裡 我們就把上禮拜 給各位的那個問題 拿出來看 因為這時候 我們既然已經學完了二項分布 又學完了富華松分布 又學完了富華松分布 那 我們就可以把白雪球那一體拿出來看 我們怎麼樣從白雪球的問題 導出二項分布和富華松分布 好 那 上禮拜我們 所做的問題是這樣 假如從你身上抽一滴雪 請回答下頁兩個問題 第一個 請定義一個隨機變數 代表那滴雪中的白雪球數量 OK 那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 譬如說 假設 你的身體裡面有N個白雪球 那 而且白雪球呢 是 是 在你身體裡面 隨機來跑 互相之間 不會互相通訊 也不會故意記在一起 那 所以 此時此刻 你身上所有的白雪球 我們用WEWN來表示 好 那 如果我們現在想抽出一滴雪 這滴雪佔你總雪量的千分之一 那 這時候 我們會抽到三顆白雪球的幾率是多少 那 上禮拜我們寫了一個說 S of A 等 絕對是L 後來我想一想 這樣寫好像也不太對 因為 啊 啊 現在我們的那個 一個系列 啊 是 是那個 抽到的白雪球 如果 譬如說抽到E35 那就是E35 那代表 其他都沒抽到 其他都沒抽到的話 那就是 其他都 都 都 都是0 只有這個E35 都會是1 所以 其實應該 S 有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抽到的白雪球的那個 那個 集合喔 用 集合大小是可以啦 但是你也可以用一個函數叫Count 就是去數 數 看 到底 全部裡面 哪些白雪球被抽到 所以 整個定義那個 隨機變數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個集合 那就是集合的確率值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個序列 那就是要數數看 那裡面 是有 是有 哪些白雪球被抽到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抽到的是 第一顆 第五顆和第九顆白雪球 那我 SO AE就會映射到3 集合的大小 那如果我今天抽到第二顆和第八顆白雪球 那 那 這個 這個 S of B 就會映射到2 那如果我今天抽到 沒有抽到白雪球 那S of C 就會映射到0 如果 今天呢 我抽到的是 全身的白雪球都抽光了 那這太恐怖了 全身白雪球抽光 這個人就死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抽了一滴 就把全身的白雪球給抽光 那 這個 D就是N D的 D的映射值就是N 那 所以呢 接下來 我們就可以算說 OK 那 S等於3的機會 就是我抽一滴 結果抽到3顆的機會 那 就是 就是 會有 W1 W2 W3 加上 W1 W2 W4 W1 W2 W5 W1 W3 W5 這樣子 一直數下去 總共會有幾個可能呢 總共會有 C N 取 N取 3個可能 N 總共是N個白雪球 C N取 3個可能 那 那 因為 你抽的血液量是千分之一 所以 它每一顆白雪球被抽到的幾率 就是千分之一 那白雪球如果假設它不會聚合在一起 也沒有智慧 它是隨機的 游來游去 那 每一個被抽到的機會 因為血量是千分之一 所以 每一個被抽到的機會都千分之一 所以呢 如果 我今天 在N個裡面剛好抽到 W1和W3個機會 是千分之一乘以千分之一嗎 答案是錯 這裡這樣寫是錯的 為什麼呢 應該是千分之一乘以千分之一 再乘以千分之999的N-2次8 才是對的 千分之999 有些其他的白雪球都沒有被抽到 那個沒有被抽到的機會 你要算進來 OK 所以是千分之一的平方乘以千分之999的N-2次8 那這樣才是對的 這樣才是對的 好 所以千分之一平方乘以千分之999的N-2次8 那所以 PFs等於三個算法應該是千分之一的三次8 因為抽到三個 那另外呢 N-3個都沒抽到的 千分之999的N-3次8 再乘以排列組合的數量 CH-3 OK 這才是三個的機會 那推游廣次如果是抽到K格呢 那就是一樣 千分之一的K次8 甚至千分之999的N-2次8 甚至CH-K 那這個機率分布不就是 應該不算下一張 是這一張的二項分布 那 就PFs等於K 就是CN取K P的K次8 P-P2-K次8 那這時候 如果當N-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這個分布就會趨近比負法中分布 那也就是說 這個分布當N-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它就會是負法中分布 那而且N-N趨近無限大 那我每單位體積的平均白血球數量是K 是浪檔的話 每單位體積的平均白血球數量是浪檔的話 那它就會趨近於這個負法中分布 就是浪檔K次8等於E的不浪檔 所以K接米 那其中這個浪檔的意義呢 就是在單位體積或單位面積或單位時間 那個單位的區域裡面 然後事件平均出現的次數為浪檔式 OK 所以上禮拜我們出的一個 後來又出了一個行程說 假設每一CC的 不對這是我這禮拜才想 假設每一CC的血 含的白血球平均為10顆 那請問你抽一次一CC 會抽到8顆白血球的機率是多少 這個時候如果你用二消分布去想 就不太好想 因為你不知道全身到底有幾顆 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白血球平均已經是10顆了 買一CC平均已經是10顆了 那你抽一CC你有可能抽到10顆嗎 你有可能抽到9顆 有可能抽到8顆 有可能抽到11顆 有可能抽到12顆 那到底抽到8顆的機會是多少 根據不瓦送分布 你就可以這樣算 因為你把 不瓦送分布就是P of S等於10的S次方 因為浪檔等於10的S次方 乘以1的5浪檔 然後除以S接或者是K接 那你把S等於8帶進去 那如果你用R軟體來算 你就可以直接用D PoS 80 這樣來算出 這一個就是說平均10顆 但是我卻只抽到8顆 的機會是0.125995 那這一個算是基本上也就是 這一個式子 也就是這個式子 0.125995 這個式子怎麼來呢 就是我們的浪檔是10 所以浪檔是4 等於10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的K是8 然後呢 OK 那我們就 就算這個 浪檔 8次方 乘以ESB負浪檔 然後 等於 EROD1到K EROD1到K 就是 K接的意思 那 結果就是這樣 所以 不瓦中分部 在 連續空間裡面 抽取0三量分 會很好用 那各位 我把這一個貼上去 好 那各位可以試著 參考一下這個操作 然後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來做 不瓦中分部 我們 在模擬那個 1CC的 血裡面 抽到8根白血球的機率 那 各位試試看 那 不瓦中分部的圖形 大概是像這樣 OK 跟浪檔有關 浪檔有關 浪檔有關 好 那各位試試看 那我們先休息五分鐘 藍術 我們在營灯 有關 都是 在營灯